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可能有她遗憾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说声sorry对不起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很难得 因为我认识的人说起来不太多 特别是营造业 我觉得我认识的都是男生 唯一访问过的过去是营造业的一位女强人 是大陆工程的英琪 而今天来的这一位 我觉得不谎多让 她是圣保春营营造的副董事长 通常我都叫她Mona 她叫王德平 德平你好 苏珊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德平要喊我阿姨才对 不过因为大家这个 我跟她的父母亲比较熟 所以赵孙女是二代 但是如果喊阿姨的话 那真的 好 没问题 什么喊都好 我有礼貌 不是 你了解女性的心态 不过德平是真的非常可爱 我以前我问过你父亲这个问题 我说一般人接班都是交给儿子多 比较少交给女儿 那英琪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时候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愿意去接爸爸这么庞大的 有些复杂的营造业 他说因为他的哥哥不接嘛 那他不忍心老父亲 这个传承上面呢 遇到一些阻碍 所以他就很主动 那那个时候我放了他爸爸的录音给他听的时候 英琪就当场掉眼泪 然后我说 你现在在台湾高铁坐这么好 你爸应该以你为荣啊 他说你错了 我爸从头到尾就希望我当公主 他不要我去做这么复杂的家业事业 好所以我要问德平 你当初愿意接这个家业 愿意跟爸爸还有两个弟弟一起合作 做这个在女性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少见的营造业 中间有哪些的动机 还有哪些的出发心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那所以我爸爸呢 就曾经花了很多的爱心 把我慢慢的挽回来 哎呦 这个可能要举例 我很难想象 因为我看你都觉得你好乖 这个 怎么叛逆法呀 这个不生 不生美举吗 对啊 所以 离家出走的算吧 还好 我小小也曾经试图离家出走 可是你有成功吗 我有成功 你成功了 对啊 而且我成功了还在外面待了 哎呀 数个礼拜呢 那是在有上学的状态 有上学的情况 就忽然失学 失联 直接失联这样 哎呦 好几个礼拜呀 对啊 那照理讲 又是几岁 照理讲应该连学都不能上了呢 几岁几岁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啊 对啊 所以那个就会比较记得吧 就是 那是已经懂事了 还做那么不懂事的事情 对啊 那一定有原因啊 那时候你想要抗议什么吗 抗议什么 这个等一下会跟那个后面的对不起有关 你可以一开始就对不起没关系 要直接就破梗了吗 可以啊 真的吗 对啊 可以直接说没关系 小时候就是那个被骂的时候 情绪都会比较高涨嘛 那小时候就从小就被骂也不少 因为我是老大嘛 那有什么该骂的该打都我嘛 这样子 并没有因为你是女生 然后就转嫁到大弟弟身上 就只有管我是老大 哦是吗 怕你带坏的弟弟 是这样吗 会带坏他们嘛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比我快乐很多 是哦 哎 我只知道了 你讲过说你从小 就比较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玩 爬树啊 什么爬墙 那这个也很正常 可是如果到叛逆到会离家 那一定有很多原因 除了哀骂 其实真的离家的原因还不大记得 哦真的 对啊 就是只记得很气很气 就是有情绪 就是情绪很大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说好 那我就 就现在好像够大了可以散了 然后也没有觉得 没有念书会怎么样 就是小时候真的是 现在回想会觉得说 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可是那时候的priority是很生气 一定要做点很生气的搭配的事情 然后让你们大人知道我生气了 对我生气了 好 那时候你是高中 高中可能二年级或三年级 你那时候是念 圣星 圣星嘛 圣星不是要住校吗 我们那年刚好开始 我高一开始不用住校 哦 嗯 所以呢 所以我就 爸爸妈妈以为你去住校了 没有 爸爸妈妈就完全知道我就是 不见了 不见了消失了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行动电话哦 对啊 对就 你也没有透露任何蛛丝马基 你在哪里 就没有自己就消失了 哇 几个星期耶 几个星期就自己找个朋友家 好心的朋友就收留我 哦 那那个朋友的爸爸妈妈也没有通风报信 比较好玩的是 那个朋友好像也不是住在他爸妈妈家 哈哈哈 你还真会找 对 所以就先躲一阵子 然后也没学校也没去 嗯 哇 你现在自己做了爸爸妈妈 哦 这自己做了吗 像我小孩没听到这一段 哈哈 真是太可怕了 有啊 我自己做了爸妈的时候 就真的觉得说 刚骂爸妈真不简单 如果我是我自己的爸妈的话 我一定被我自己吓死了 而且我可能也不大知道 应该怎么处理吧 那后来怎么收尾呢 后来我突然 就躲了几个礼拜这样 那你那几个礼拜在做什么 就没做什么事 就打一顿玩具啊 然后到处乱闲逛啊 就看看小说 因为我其实很爱看那个 金庸的小说跟倪框的小说 就是看这个是很能打发时间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一心一意就是 与世隔绝躲起来 其实可能你情绪有某种的受伤 你要用这种方法来做疗愈 但是没有想到 会让爸爸妈妈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哦 嗯 我可能那时候是 因为我妈妈 这个在管教我的时候 比较严格 那所以呢 她的这个管 她跟我讲完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特别伤心 可是我爸呢 他是很温暖的那种 可是因为 虽然我知道这个 这个人不见 但爸妈两个人都会担心 可是呢 我那时候就觉得 如果妈妈比较担心的话 我可能那时候就 我就直接做了 对 这样想有点 因为不大孝顺 但是 其实蛮不孝顺 好 那 可是我就 后来我那时候 是因为想到爸爸会 会伤心 嗯 所以我就先打了一个电话 回家 想让爸爸接 那时候是几 已经几天了 几天了 大概留两个礼拜吧 已经两个礼拜了之后 你还是有点回去 然后希望爸爸接 对 就妈妈接我赶快挂掉 哦 OK啊 对 然后每个看得到 摇这个 我们附近的听众都在摇头 有点无法想象 因为我只知道你从小 就很有自己的主见 然后自己的想法 但我没想到有这个离家出走这一段 所以 嗯 好了 总共待了好几个礼拜 三个礼拜 大概两个礼拜 可是我虽然回家的时候 突然想到说 回家可能 妈会 门打开是妈妈开门 对 可是呢 又觉得说 哇 那 感觉那种爸爸的那个心情 嗯 我很能感觉 可是其实我爸常常会跟我 分享 妈妈的心情是跟他一样的 一定的 对啊 只是 因为爸爸跟妈妈两个人的 管教方式不同 哦 对啊 所以我常常就很收得到爸爸的 很收不到妈妈的 嗯 妈妈的我都是后来才收到 嗯 我当场 收不到妈妈的 嗯 那爸爸从来没有 就是用很激烈的方式来 来教我 所以我当场就比较收得到 所以他们两个教导方式不一样 可能一个严格一点 一个是完全 就是 呃 自由主义 是不是 对对 妈妈不太一样 那所以呢 我真的好奇那个场景 后来你回家 听到 因为你听刚刚讲嘛 是妈妈接电话 你就把电话给挂了 嗯 可是后来再打 爸爸就接了 嗯 所以你妈很聪明 对 哎 原来姐姐 你女儿打电话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她应该是很聪明 她应该是讲对话 对 她知道说 她知道 这个八成是德平打回来 但是她不想跟我讲话 所以只要听你的 嗯 那你立刻回来 就回来了 好 回来 开门的是谁 开门的 开门的好像是 爸爸吧 哦 应该是有讲好的 所以那个场景 对啊 一打开门 对啊 我就心里觉得 我真的以后都不要再让她伤心了 所以有些人没有女儿只有儿子的时候就心里想 哎 我很想体会一下 好 那这个是 你现在回想起来 因为 对 这就是很sorry的 嗯嗯嗯 然后这个是 然后其实 爸爸妈带小孩真不容易 这只是一个故事 当然会比较记得的故事 可是 带小孩是 每天的点点滴 是 对啊 所以等到长到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有 越来越有feel 所以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刚刚就是 出门的时候跟我弟弟说 哎 我要跟妈 say sorry 然后呢 他就说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跟妈 say sorry 可是很难 要怎么把她讲得好呢 你怎么能够表达得清楚呢 对啊 那时候 他说 姐你加油好 所以 等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她讲得清楚 这样 嗯 要不其实就现在讲了 嗯 对啊 他就是 点点滴滴的 就是 嗯 在声音上讲说 用爱心说诚实话 嗯 就是妈妈是一个真的经常跟我直接说诚实话的人 是 那 她也是用爱心说的 那可是像我爸常跟我讲说 妈妈都是用最 她知道最好的方法来爱你 嗯 那可是 你收不收得到 就是 可能 可能 接收的人解读 当下不见得懂 对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呃 可能 这时间很长吧 虽然每一次都是 结束之后 其实还有一个 这故事真的超多 这个小故事 听起来一样笑话 可是呢 当事人一定不会觉得是笑话 我记得有一次 我妈很生气的话 跟我讲说 以后都不要叫我妈了 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很 我更生气 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叫她 王太太 哈哈 你还真的 很配合 那我是看过一个笑话 真的这样学 可是呢 看了很好笑 可是当事人没有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叫我妈两天 王太太之后 我爸就来跟我讲说 你妈晚上都在哭 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我就 我就很收到 我觉得我爸也是 这次是一个 很棒的爸爸 就是 他会把妈妈的爱 就是 解释给我听 那所以我每次都是当下好气 可是 之后收到解释之后 我就 很sorry 又很感动 可是我现在讲的这个sorry 就不是那个每一次 当时收到的那一点点感动的sorry 它是一个累积的很大很深的sorry 它不是一个故事 它是一个很长的关系 每一天的点点滴滴 是 可以理解 因为 我想母女之间 跟妇女之间的相处模式 沟通的方法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当你在讲述这个 好像听起来有点好笑 但是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当下 那个时候 你陷在某种的这个情绪的 这个漩涡当中 所以很多事情 就算你知道该道歉 或者你知道该 双方都该找台阶下 可那个时候就跟在那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讲气话 有的时候很多 让人遗憾的很多事情 其实也就是一下子的气话 所造成的 再次提醒我们了 我刚刚讲用爱 说诚实话 那你现在想跟妈妈说什么 就是要跟妈妈说 就是你这样子 你这节目真的超催泪的 真的要讲的时候就觉得情绪上游 就是要跟妈妈说呢 妈妈每天的 跟我的每一个话呢 其实我都有收到 那可能在当时的时候 妈妈常跟我们讲说 子约色男啊 对呀 色男 那就是真的要 你有孝顺的心 可是你能和颜悦色的表达 然后好好的跟爸妈沟通 这也是真的不简单 可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就真的是 用一点一滴的 然后他们真的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敢那样子 这乱发脾气 那真的是因为 真的就知道爸妈 他们就这么爱我们 他们就在那里 就是就算他们当时 我们也生气 他也生气 可是我知道 等一下我跟他道歉 他总是会原谅我 对呀 可是哪能这样赖皮呢 对不对 就是不能因为他一直会原谅你 就可以一直这样 那小孩子总是会慢慢长大的 会慢慢越来越懂的 那就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让妈妈可以收到我这个 我对于色男这件事情 好好来做的努力 呀真的 就常讲说笑顺笑顺 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 常常在讲 笑容易 顺比较难 因为总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对事情看法不一样 或者是 你明显是好意的出发点 可是对方可能他的反应 非你预料 所以就中间就会有一些冲突 或误会 那有的时候那个当下 就是很难去解开 这两边都要有一些这个台阶下 所以我听你刚刚讲 我让你缓和一下情绪 我也讲一下好了 我会hold住 我不会掉眼泪 因为 我不算当下道歉 不过 以前因为我住校 我初中的时候住校 那每次 要回校 因为我从小 上面两个哥哥嘛 所以 爸爸妈妈当然也是 对我比较多照顾 那每次要回学校 住校礼拜天就要回去 傍晚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我会情绪非常的不好 就是我不想回去住校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乱发脾气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那我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是中年人嘛 那他也有他脾气 那我有的时候 我大声 我还在想说 爸爸搞不好也会用更大声来压我 就没有 他就笑咪咪的 然后笑笑的跟我妈用福州话讲 又在闹情绪啊什么 等到我回到学校 我就会很难过 所以因为住校那时候 不像现在是可以住三天回家一天 没有那时候一住 是要住五天半的 所以礼拜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写明信 不能写明信 明信别人家会看到 我就会写写信 然后寄出去 寄出去 然后寄回给爸爸妈妈 在信里面用文字道歉 就说今天不应该啊 什么什么 那我本来以为 我写道歉信啊 然后我礼拜六回去 我爸妈应该会 家讲 你看知错能感很好 没有 当没这种事 我都想 我都还要问 我写一封信 你们有没有收到啊 有啊有啊 就过去了 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所以呢 父母亲对孩子 那个宽容跟爱 真的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 是 真的啊 就是让我想到昨天晚上 我跟儿子才有一个像类似的对话 是 对啊我们两个人在讨论 就是他在思考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稍微讲快了一点 就比较激动这样子 也没有很激动啦 就是因为我想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就讲了一大堆 他突然就觉得 收到了很大的 我的很大的关心 所以呢 他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所以他就 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别有点紧张紧张的 这种气氛 那后来他就说 妈妈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不适合讨论事情 我先出去外面走一下 哎呀 你这个人是很 他会自己找一个stop 对 然后他出去外面走 我还反而就说 我本来想要说 还没讲完不可以走 我还没讲完啊不可以走 对 可是我现在有进化了 所以我就深呼吸说 好那你先出去外面走一下 好了 深呼吸很重要 有些一下子情绪的话 你深呼吸一下 就是第二秒也许就不会出来了 对啊 后来他就 他出去很快就回来了 他出去外面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 就写了一个很长的简讯给我 所以就是刚刚顺帅也讲的 他就写了一 他写的超好的 写完以后就超了解说 他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是 然后回来 当他回来之后 他还再过来 当面再跟我道一个歉 这样 哦你这个儿子 那我就超贴心 儿子比你当时 他比我成熟多了 他比我现在都还成熟 他讲完之后 我就很想跟他讲很多话 可是呢 我就我不晓得要 讲怎么样会是罪事 然后我就说 哦好 OK I love you 你赶快去睡觉吧 然后他就 我觉得他的表情好像 就是像您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 我写了那么多 还来跟你道歉呢 你这么没有抱我一下 对应该要做很多 他就说 哦OK 那我去睡觉 他去睡觉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我刚刚应该还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对啊 所以那个moment 好像自己没有抓到他要做什么 可是其实心里面是很多很多感动 所以亲子之间真的有太多太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境都是给我们学习 这一辈子的学习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年纪越来越老怎么跟他们相处 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长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又有一个平等的对待 但是又要让他充分感受到我们的关爱 这真的是大学问了 好 那就可以回到 那因为你跟父亲之间这么深厚的情感连结 你因为是从感性的角度 接下爸爸这个营造的工作 还是说也有经过理性的考量 就是感性面其实是占比较大的 然后理性的考量是觉得说 我觉得我一起一工作起来就会非常超级努力 那这样子的这种工作的energy呢 要我送给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送给我爸这样 或者送给一个组织或送给一个公司 那就是送给我爸爸这样 但你没有想过要帮自己的先生 那时候还没有先生的想法 我小时候还没有觉得我真的会结婚 那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后来有了婚姻之后 夫家这边也是有事业 然后夫家这边没有要求或者期待 然后你在这个家族的这个营造事业里面 表现这么优异 然后也可以把一些经验全转到这边来 没有吗 那我那时候本来有点想说 我结婚会不会要去夫家 帮忙了 然后我爸就说 如果你可以继续留在家的话 我会很开心 那要不要我跟 爸爸这样讲 对啊 他跟公公也是好朋友 好朋友 所以他们可能有稍微沟通了一下 所以有上一代他们彼此的默契 跟相互扶持了 对对 然后我先生也很好玩 他就说 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 可能会有很多想法需要沟通 他说嗯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朋友 大家如果是在同一个办公室的时候 果然那是需要很高的EQ才可以一起共识 为了我们两个的感情 哇 你有个非常有智慧的公公 有智慧的先生 还有有智慧的儿子 真是太厉害了 好 那这样从几岁开始加入圣宝春营造 嗯 23岁 23岁 所以现在有个三十年 哎呀今年刚好三十年 我24岁加入了 因为我今年三十年 对 刚好三十年 刚好三十年 OK 那你回头看台湾的这个营造业 有些什么样的转变 女性的比例还是这么低吗 因为我真的是我自己孤陋寡 我觉得营造业里面 我很少看到女生 嗯 我觉得是在台面上的女生 比较没有这么常看到 可是我们我觉得营造业是一个非常 要这个团队邦领要很强的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蛮辛苦 而且有危险性的行业 是啊 所以像我 呃我其实看到我们很多的协力厂商 嗯 他们的负责人很多都是女生 哦是啊 可能快要一半 嗯 然后我还有一次看到一个 他们是真正 他只是挂名 还是真正是 有的 要管的 对 有很多是真的管 要跟你一样跑工地的 超强的 他们真的超强的 嗯 对啊 就好多女生很强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呃 我们台中有一个工地 它的那个地下的工程 它是 它的那个装的工法是叫夫妻装 因为它那里的地方 就是都是石头 是 夫妻装 夫妻装 就是一个人 一个托一个凹 这样子的 他是呃 呃 一个人要把另外一个人 用一个篓子坠下去 然后他捡石子捡石子 把他拉上来 嗯嗯 所以是人 人下去拿石头掉上来 非常古老的工法 哦 就像我们现在什么连续壁啊 然后马杀口基罗啊 可是那个夫妻装 它是人下去 把石头拿上来 哦 所以 掉他下去 那个两人感情要很深厚哦 可以做很多事 哦 所以才叫夫妻装 一定要同心协力 才能够这样做 对啊 名字取得好 真有人性 嗯嗯 所以不定的真的是夫妻装 但是他叫夫妻装 对对对 因为我以前听到很多叫什么夫妻 或者什么都是因为他的就是 有凹凸啊什么这些 然后要 公单元 母单元 那个是 对对对对 整个match在一起 然后才会这样叫 哦 叫夫妻装 那你这些的营造的知识 都是一旦进入这个行业才学的嘛 你大学不是学这个 不是啊 大学不是学这个 所以到了营造业的时候 真的要学的东西 真的是从101开始 101 对啊 我之前 我这个从做会议记录开始 还不会写这样 真的是用注音 听到名词还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用注音写会议记录 对 对啊 那父亲就是让你这样 从最基层开始 也是手把手的教嘛 嗯嗯 那 有没有闹过笑话 超多笑话的啊 诶 有个笑话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了 是吗 例如 就是 就是 因为我第一个 第一个 进到盛宝村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记会议记录嘛 因为其他也不会啊 哦有啊 之前有一个同事 他说看你坐在那里很无聊 因为我就一直问他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他说 哦没有没有没有 对啊 又不会有没办法帮忙 董事长的女儿来我干嘛 不是 而且 是什么都不会 根本就帮不上忙了 还要交半天 还要交半天很麻烦的 所以就你晾在那里就好 就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说 那你帮我把这一点 以前没有电脑 什么都要用计算计算 就是把一整叠的数字 然后就要用加加加加 把它加起来 看最后是多少钱 对不对 我就加加加 一次加两三个钟头 然后加完 加三遍都没有一遍是一样的 我觉得自己超级没用 加都没办法加好 后来就去做会议记录 那会议记录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哦 那个讲到哈利 哦 那条哈利 我说哈利 我说刚刚住银河啊 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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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了那个会议就去问 请问哈利什么意思 你去问谁 就问那个讲哈利的那个人 哦哦 你还不错哦 他问对人 他就跟我说哈利是你家的狗 我家的狗真的每一只狼狗都叫哈利 就是一代一代的狗都叫哈利 说对哈利是我家的狗 那是我们家的狗 会出现在会议 那是你开玩笑 我就去问我爸说 为什么我们家哈利会出现在会议里面 我爸看看说你们再讲梁吧 这样是日文的哈利 你一开始就该去问爸爸的 真的 以后就问爸爸就好 不行 问爸爸太丢脸了 一定要自己好好的弄到会这样 没有 你问爸爸 爸爸会更心疼 哎呀 叫他家里做小公主啊 结果后来跑来就要做这么困难的工作 但是聪明的王德平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学会 那么现在在营造 我不要讲呼风唤雨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credibility 你的累积的信誉 是大家非常非常肯定又赞同的 那我也曾经很多年前了 有参加过一次你们公司的尾压 我有看到你跟同人的相处 还有跟你的这个所谓合作厂商 所谓的卫星厂商或者是合作的partner 这间相处 那时候我就在想 哇 豪气十足呢 然后呢 跟同人之间就是很有默契 所以我相信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一个真诚 你真诚的学习 真诚的累积 也真诚的付出 更用真诚的这种情感 去跟所有的人结好缘交朋友 包括你后来所从事的 这公益事业也是这样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信誉基督教 我是四十岁的时候受洗 这么晚 那么晚 对啊 可是我是在高中的时候 遇见特别的事情 因为你念的是天主教学校 对 我反而念的是基督教学校 而且我以前更搞不清楚 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不一样 你说你高中遇到什么事 高中遇到考大学的时候 考大学的时候 就是你看我之前这样子 到处乱跑叛逆啊 离家出走啊 反正基本上就是没得考大学的那种状态 到高三的时候 请假请太多了 请假请太多 对请假请太多 倒不是真的有做什么要被记大过的事 但是请假其实就可以记很 就可以扣很多超新分数 对对对 然后所以已经扣到一个 因为请假扣到一个 那个 不及格 可以不用上学的程度 对 所以呢 那我爸就会很困扰就带我去学校 那那时候就训导主任啊 教育主任就好生请我爸说 那就出国去念书吧 这样 这应该是要出国嘛 那我爸说他没有要出国 结果那时候刚好校长经过 那校长就听完了就说 哦虽然没有要出国的话 就让他考一下嘛 功课还是还可以的 这样 其实我功课高一高二很好 到了高三下手已经都不上学 就已经那个一落千丈 看起来要考上大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我那时候最后一次 考模拟考才考200分而已 总分是多少 总分好像是 我搞不大清楚 好像可能有五六百分吧 那个学后啊 对啊 五六百 五六百分 六科 三百二就可以上大学了 三百八 大概四百就可以上台大 那应该是六百 对对 好像要买 要六科买一科都一百分 好好是这样 有两百分 两百分 你现在可以了 现在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那时候还差一百二十分才能上 最后一个系 所以基本上就不大可能会上 是模拟考吧 两百分 就是那种大的模拟考 就是全市一起的那种模拟考 基本上那个看起来蛮准的 OK 后来呢我就 我就 今天我爸妈 我妈在很生气跟我爸讲 你看你女儿被你宠坏了 你女儿一定考不到大学完了 就是你才把他宠坏了 我想说 我爸要是因为我没考上大学 这样以后都变成这是他的 就没有地位了 对 一定要考上大学 对 然后可是就 那是情绪高涨 我完全没有想念书 很烦 那就只好 那时候就想要祷告 可是我祷告还真的不是只跟 我根本就不晓得有没有神 然后我也不晓得有 到底是多神 还是一神 还是大家每天 这么多不同大人跟我讲的不同的神 到底有还没有 到底是谁啊 要跟谁 祷告的对象 对象是谁 所以我就 跟所有的神祷告 都没有 我有听过 都说我祷告 都没有遗漏 然后想 谁要来个神 让我该做 做我该做的事吧 可是我也没想说让我考上 我只想说 做我该做的事吧 然后就在那个moment 我就从超级大爆反 变成 瞬间变成很 平 很平安的感觉 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祈祷的力量嘛 对 可是呢 我以前也没有讲过 就是这么明显的 从大爆反大爆怒变成 那么整个就一个安静 然后就 不是听到一个声音 是有一个念头 可是好像不是我自己的念头 就跑进来 然后那个念头就有 是说我是唯一的神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这个答案真好 原来只有一个神啊 可是讲完以后 我想我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我脑子会有一个 这种念头呢 可是那也就 没时间多想了 因为我开始变得很冷静 开始做一个很好的schedule 然后把我的那些 没有好好看过的课本 都把他拍拍拍 然后那天开始 我就变成一个 很平静又不生气 又很温暖 可以好好地 做我该做的事的人 对 就是你的祷告的内容 对不对 就是做我该做的事 然后你接下来就得到了 一种平静的力量 然后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布 过去落掉的一些课程 对 而且就每天哦 就是很有毅力的 像有的时候很难 可能就是两 就是三分钟热度 就两天就没了 可我就一直到考试 到考完 连考试的时候都不紧张 就好好的 把我该做的时候做完 然后就多两百分 哇 这很夸张吧 对 而且多两百分 辨识百分 辨识百分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上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老师 跟我讲说 如果我上台大的话 他就跟他的 我也会 跟他男朋友结婚 因为他 拿你来做的 因为他也很挣扎 我应该 这个也是我要谢谢的老师 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数学 是李祖的数学老师 那时候帮我 在最后的临时报告角度 帮我补了一个月的课 就是补了数学 就是在你拍schedule的时候 他也给你很多的帮忙 他就说 你的数学 要是能够考高标 然后你考上台大的话 我就 因为老师也在挣扎 要不要 当时 要不要跟 当时男朋友结婚 因为他有他的很多的 那个 其他要考虑的 那 结果他真的 我就是 后来我虽然 因为填系所的关系 后来是念真大 可是我的分数是可以上台大 所以 后来老师真的跟 也算 对 他真的结婚了 而且我还当伴娘 这也是 他鼓励我的 但是他鼓励我的一部分 他就说 如果这么奇怪的事发 不是奇怪 这么好的事发 因为美好的事情 就是靠自己的努力 self-discipline 很自律嘛 然后跟以前 完全不一样的 王德平 所以 数学老师也用这个方法 来鼓励你 对不对 那 他本来也可以逃啊 他说 结果你是上政大 不是上台大 后来还是看分数 对不对 好 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位数学老师 真的 这叫谢谢数学老师 叫什么名字 我们可以知道 彭美玲老师 彭美玲老师 盛新女中 盛新女中 彭美玲老师 她还在吗 在学校 应该可能不在学校 因为我的时候 Google想找老师 可是找不到 真的吗 好 所以 这样算起来是多少年 30年前 不对 35年前 35年 356年前 在盛新女中 教数学的彭美玲老师 你当时的那一位 不敢讲得意门生 但是你很重视她的 王德平 现在找您哦 希望有机会 我们可以跟彭老师联络 那我觉得那位校长也很棒 对 他经过 孙之谓校长 孙校长 那孙木木我是 这次我在女性演员会的 这个晚会上面 遇到了一位成神父 然后她之前跟孙木木有联系 所以我本来以为 可以透过她 就是再见到孙木木 然后跟她表示感谢 就后来才知道 孙木木在今年的三月 就回归天家了 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就 收到孙木木的一个影片 然后就看到孙木木 她在做的事情 她一生 她90几岁 才离开 然后我就觉得 她这一生做的事情 我突然很有 收到很多东西 就是她对于教育的 那样子的 爱是永不止息 真的真的 到90几岁 仍然一直不断的 在做事情 照基督教的说法 是叫做 做事工 是不是 就一直不断的 在付出 在奉献 然后传播她的爱 孙木木 刚刚说孙校长 哇 所以这些都算是你 这一辈子 影响的关键人物 也是要感恩的 影响是要感恩的人物 对不对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一路走过来 你希望 对你影响很大的 希望特别表达感恩的 就 可是我已经谢过 我爸爸很多次了 好 那没关系 那我们回到 因为刚刚你讲 这是18岁 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神机 因为有声音 有声音在跟你 做对话 或者传到你的耳朵 传到你的心里 因为这样的经验 我的二哥 叶树涵 也曾经跟我分享过 他有一次在演出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 非常的weak 他也是跪下来祈祷 那后来他觉得 上帝有跟他讲话 我觉得每个人 每个人不同的这个神机 或者是不同的 我们讲miracle 那可是为什么 到40岁才受洗 对耶 因为我就觉得说 这 因为我们家都没有人 是基督徒啊 然后也就是 所以我一直对这个 就是一神教 然后到底 那如果大家都说 他的神是一个神 那到底是哪一个 才是正常 才是吗 就是是谁的解释 那个神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子 那我想 可是都是人在解释的啊 那我问谁 不都是这个人解释的吗 那所以这个好难 但是就偏偏就真的 曾经有过那样子的一个 一个念头声音 进到我的心里 他是一个 那可是 他就一直都在哦 从那个时候之后 我只要有什么 觉得很困扰的 祷告他就会 他就会有一个 很智慧的念头 产生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嗯这个 这个能跟人分享吗 难道我从那一刻开始就 就疯了吗 这样 然后所以 就是 如果从某个角 就是可能connect到 天线connect到 然后他会直接传到你的心里 因为你刚刚讲说是念头嘛 对 他并不是真正的声音 而是一个念头 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个部分 就很难跟人家分享 我自己就觉得 这可能不能跟他分享吧 然后 所以我就自己 因为我身边也没有真的 我真的觉得说 可以跟他分享的 的 或基督徒 或是天主教徒 我可能我也不知道 怎么开这个口 所以就弄了很久 可是我有时候会看看 就是 看一些书啊 可能看各种不同的书 哲学的书 或者是 我妈妈带我看了很多佛经 我觉得 看起来就很 也很peaceful 然后所以就这样子 那我也跟这个念头 想说 我可以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信仰 我可以去 认识不同的信仰吗 他也没说不好 所以我就 真的就都 就是认识了很多 然后参加了很多 我也 我也打了禅三 也觉得也很好 然后就 上次去到法国三 餐也有点不想回家 就是 中间在 三十几岁的时候 陪妈妈去 结果 一直到四十岁的时候 四十岁的时候 我就遇到一个 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的朋友 在叫另外一个朋友 受洗 可是那个另外那个朋友 他是完全不要 然后他就说 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 干嘛叫我受洗洗 有什么不一样吗 难道我洗了就变成了 我说对啊 我说受洗这件事情 有很重要吗 就是要这个形式吗 一定要这个形式吗 他是很相信的人不洗 跟完全不相信的人洗的 那个到底这样子 这两个是有什么 后来他就说 这个问题 如果是你的话 是你自己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是 是其中一种人的话 那你怎么不去问神呢 这样子 就说我好像很久没有跟 那个念头讲话 然后我就回去问问看 还在不在 我就 我就问这个 结果一祈祷呢 立刻就回答 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谁会认识我呢 哎呦 我觉得这台湾怎么这么好 就当场觉得很guilty 可是谁也不应该guilty 当时我是觉得蛮 觉得说 我好像很辜负了这一个 这么善良的一个念头 然后他真的都在 然后带着我做了这么多的 的进化 可是我居然就这样 长他长了二十几年 从来不跟人家分享 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愿意受洗 可是我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 该是什么教 然后再去哪里受洗 而且我身边也没有真的 我真的觉得说 我很想要跟从的人 那你就 请你找个人来给我洗吧 然后之后我就 那个朋友 就是叫人家出席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说 哎呀 要不要参加Christmas party啊 然后我就 我就去参加那个Christmas party 结果那个 是一个 大型的 教会的一个party 然后 我进去从 我小时候的小学同学 很久没看到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 还有我的客户 明明是佛教的 很认真的 的佛教客户 然后还有我旅行的朋友 所以我一生中 好多好多 在不同阶段的人 都在那里 他本来也 我都不会认识一个人 他说 你就坐我旁边就好 所以我一进去 那种过程会让我觉得说 他好像在告诉我说 你的一生中我都 我都在这样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很感动 可是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在那边感动 因为有小学 初中高中 对 都是在路上看到一次 就说 啊 怎么那么久不见 那样子在一次大集合 后来 那天 我先生本来也有去 可是我先生他 他在那样的气氛当中 他有点尴尬 因为他 他也不是基督徒 他就说 这个气氛呢 我觉得有点尴尬 然后我想先回家了 这样 他就 去楼下发动车子 然后叫我 先走 就这样很没礼貌 我们才来 刚刚来 他说 赶快 你就下来 我就只好跟我那朋友 讲说 他好像有点不舒服 我们可能先走了 然后我朋友说 好好 那你赶快先走 就一转头 就遇到一个 我不认识的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 平安平安 我是某某教会的师母 我们现新的这个教会 然后你要不来 参加我们的 耶旦音乐会呢 我就很 我就 哦好好好 其实我就很想 赶快走 哦好好好 那个 那你是那个教会 我听说 就稍微 敷衍一下回答 结果他就说 我们那天 有人要受洗 然后你要不要 就是 我是一个 很有蒙福的一个洗礼 我说你 突然听到受洗 就很紧张 昨天才跟神祷告 说你们那个受洗 是用那个水酱弄头上的 还是有真的 进到一个池子 他说我们很蒙福 我们是有个受洗池的 然后他就直接说 你要受洗吗 他讲 我讲 怎么会有一个 我不认识的人 然后直接问我 你要不要受洗呢 那 那不就跟昨天有连结吗 是 所以我就都不假思索 我就跟他说 嗯我要受洗 然后他也很惊讶 他说 哦我刚刚 我这样问自己 有点尴尬 因为其实我们是不会随便问 对 然后也不知道会反应怎么样 对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会 就来问你了 对 而且他说 其实平常真的要洗的话 其实是有好几个问题要问的 嗯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是 对啊 然后我是那个真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的 然后就突然变成这样 所以后面 我就真的隔离一半就去 就去受洗 就他那个 那次的耶旦音乐会 嗯 然后就在那个受洗池 对面受洗 可是我真的认识神 是受洗之后 隔了很多年 我开始真的认真的读圣经 然后把他读了好多好多遍之后 我才开始知道说 哦原来这个 在圣经里面写的这个神 他跟我那个这段时间认识的神 真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几千年前 就有人把他写在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神 好特别 超级神奇 我自己都觉得很特别 难怪 那一旦受洗 而且一旦真正认识 真的虔诚去从圣经里面 得到了一些启发之后 你的所作所为 然后你在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嘛 我这样听起来 我都觉得哇 这个过程好特别哦 嗯 真的处处是神迹 这也就是为什么 常常在讲说 就是圣经里面 具体的话我不会说 但我以前看过 迷途的羔羊 就是你18岁 其实他已经 透过某种的感应 跟你有一些连结 这其实是你心里面 心里在想的事情 从心理学的角度 其实这其实是你心里面 内心的想法的映照了 历经那么多年 你看这样算起来 到40岁 22年 而且到你真正的 put into practice 真的运用在生活当中 而且照着这样做 又经过了很多年 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 嗯 你说的念头也好 那个声音也好 或者是message也好 其实是一直不断 还是传给你的 只是因为我们可能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嘛 就是一下子忽略了 或者是没有太放在心上 那当你认真研读圣经之后 然后对你的生活 有什么要改变 像你曾经有提过 分享过你有一年跟着世界展望会 去非洲 那这个中间有关联吗 这个反而是在我好好的读bible之前 就之前就已经先去了 先去了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奶奶 在我心里种下的种子 奶奶 因为小时候就是 我比较很 我漫长去住奶奶家的 然后奶奶会跟我讲很多故事 那他就讲到说 他们有一次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家后院的好多人 就是很惨的那样子坐在后院 然后原来是可能是林镇 或者是附近的村子有犯大水患 然后奶奶是山东人 奶奶是山东人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 整个被冲的都没有东西 大家就这样子一村的人就 被迫迁徙 被迫迁徙 所以他们到每一个乡镇 他们停下来 大家就赶快煮东西给他们吃 然后让他们可以吃饱了 再继续往前走 然后我就说 奶奶在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 就觉得哇 这人 这是很无常 他们就好要在家里面 以前也没有那么多气象 然后突然要发大洪水 然后就 人就瞬间跌线起来 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还有很多人 可能连命都没了 还活着的人就这样子 歇而代怨的什么都没有 可是路上就会有 真的帮忙他们的人 自己就有那种共情心这样 分享 我觉得奶奶她就是 除了她这个故事以外 她平常 她的行动 或是她影响我父亲 她做的行动 我有一次看到我爸 下大雨 然后她开车要带我去上学 然后开到路上 她突然就停下来 停在路边 然后就跑下车 然后就看到她 我本来吓一跳 她发生为什么要突然跑下车 她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婆婆 她是推着一个好大的 那个资源回收的车子 然后下大雨 然后就卡在一个地方 然后她是跑下去 就把她推 往前推 然后我就 那时间就好有感 就看她这样 湿湿的跑上来 可是那只是 很多小故事中的一个 一个moment 可是我觉得像那些 这些行动 其实对小孩子 都是有影响 这都是长辈的身教 所以这就是一个积善之家 你说去世界展望会 也因为你长期在资助 世界展望会里面的儿童嘛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机会 带着女儿一起去 去非洲 对不对 对 那那一次的到非洲 对你后来想要推动的事情 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那一次去非洲真的 我觉得我本来是想说 让孩子看看非洲 我觉得我自己的收获 超级大 就是那个马拉威 它是一个 马拉威湖 是非洲一个很大的湖 对他到底讲 水的资源 是很多才对 可是我们去的地方 真的都没有水 那就在一个 有那么大一个湖的地方 可是大家都缺水 他们是雨季跟旱季 是很明显的区隔 因为他们没有基础设施 没错没错 所以没有自来水 对所以一下雨 就是大淹水 然后呢 一不下雨就是大干旱 就这样 人就是在这种水跟火中间 那他们在干旱的时候 就是看哪里有树 那树的树根比较深 就是下面的有水 他们就挖挖挖挖挖 挖一个大坑 然后挖到水 慢慢慢慢就 其实在蛮深的地方 才有水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动物都来了 因为看到人类挖了一个 洞有水 大家都跑 动物什么都来一起喝 然后他们人类 我们人类也跟着一起 就直接咬着这样喝 然后每个小孩子肚子都好大好大 就是寄生虫 里面有很多寄生虫 那孩子都没办法 很多小孩都活不过四岁 对对 他们就生好多小孩 我们去那边就是 真的满街都是小孩一直跑 他没有街 其实就是红土地 我们只要一来 小孩在旁边一直跑 一直跑 那中间有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他们已经是非常缺乏资源 可是小孩子看起来都很开心 那可是有一个地方小孩子不开心 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房子 他没有屋顶 然后五个孩子坐在门口 然后就照年纪大 都是男生 然后他们的妈妈是因为去取水 因为只要干旱子 他们就要去很远地方取水 然后在路上就遇到了 受到侵害这样子 然后就得了艾滋病 然后回家又传了给爸爸 然后爸爸妈妈都过世了 那四个小孩就 五个小孩就自己在那里 就是没有 就只能去帮旁边的人做务农 然后来大哥就务农 大哥跑走了 二哥就去务农来帮养活这几个弟弟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只要做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是帮他加入地区的农业合作社 就是自然会在那边 做了一个小型的农业合作社 那他们是没有种子 可是他们爸爸留一块地 所以谁要帮他 用五十块台币而已 把他加入那个农业合作社 他就得到一包种子 整个全家就改变 我就觉得 那个就很多很大的冲击 那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有一个小镇 然后大家就有一个年轻人 穿着西装很帅 然后他就是代表那个村子 来跟我们致意 要写一封信给我们 然后要写的时候 他就把鞋子脱掉 然后我们才发现 他是天生就没有手 从手臂这边就没有手 可是他用脚写了很漂亮的一封信给我们 然后全村子都support他 他的所有的衣服鞋子就是村子里面村长 什么大家一起凑给他 要表示对我们的礼物的尊重 然后他就写信号告诉我们说 他希望他将来可以当村子里的一个leader 然后他要改善村人的生活 然后他只要求一个小礼物 就是能够有一个袋子 因为他去上学的时候 家里面要有就是出一个人 帮他拿书包 因为他没有手 所以他只要有一个袋子 过在脖子上 他就可以省掉那个人 在家里面帮忙务农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只要很少的东西 可是他有很强的意志要做 要做很多照顾别人的事情 所以那个过程真的 然后最后最可怕的是 我们最后离开的时候 就去了马拉威湖 我本来从我到来都没有觉得那有什么湖 我每天一大早就去 然后都是很就是就是很干的地方 然后马拉威湖 我从来没有跟这个 我以为是个海耶 就像海那么大 然后是白色的沙滩 然后上面有人在玩风帆 然后有人在玩香蕉船 然后那是淡水 那么一望无际的淡水 那可是在在那里居住的人 确实那样子的缺乏 那个超级 冲击 超级大震撼大冲击 我到那边的时候一点都没有 觉得他们希望说我们走的时候 让我们有一个relax的感觉 就是反而心情更沉重 整个心情超沉重 因为那个贫富差距的那种冲击 然后明明可以好好运用的资源 却没有直接到当地最基层的民众身上 这个心理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我回来我又觉得 我们好多要感谢的事情 就是一个国家能够 能够好好的 就是在战后 然后一直到 那要多少东西 因为infrastructure不是 比如说有自来水来 不淹水要做很多地下水的那个 就是排水的系统 那也是很大一个看不到的系统 是啊 是啊 就是要做的事情超多的 太多的 我上次去墨山比克 也是深深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我们能做的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的力量 又可以连接到更多的力量 这个时候一群人一起来做 那个力量就大了 所以包括世界展望会也是如此 包括慈祭也是如此 包括在世界上 有许许多的慈善公益组织都是如此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德平接下了 这个基督教女性年会会长 那这个组织呢 基本上在台湾已经几十年了 74年 对 超过一架子 70多年 那也在做一些转型 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女性 中生代的女性接近来 也改变了过去 大家总觉得女性好像都是一些官夫人在做 就已经改变了这样的形象 我想现在王德平在做的事情就是 要结合更多的力量 包括女性的力量 也包括你自己周遭 透过宗教 或者透过你的专业工作 而结识的一些好朋友 有缘的人 大家一起来做 因为这条路上 这个要讲的话就是 做不完 但是一定要做 总迈开一步 算一步 对不对 那你对你这个女青年会的这个会长 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 那我们现在 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着重在 恢复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家庭关系开始 因为疫情的时候 大家的经济冲击是很大的 然后很多地方都 就大家都不能去上班 只能在家里 然后每天那样代言邓小言 那个冲突其实也会增加 然后刚好又没工作 又没有经济来源 那整个压力又更大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疫情的时候 社工的工作是暴增的 那所以我们除了是对于被害的 就是受害人 然后我们对于 在这样讲 这是相对人 我们是讲还是相对人 就是其实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 谁是家害谁是被害 因为大家 每个家庭状况不一样 很多状况 大家都有受到伤害 我觉得那所以 那还有孩子 受到伤害的孩子 或者是在发展上面 比较需要多点 不同协助的孩子 都在我们的社工处的 一个协助当中 那这部分我觉得 我们这一段时间是 他是算一个leader 就是我们的社工处 在走在前面 那他们也是受到 最多冲击的 那还有幼儿园 就是从最小时候的 品格教育开始 然后也跟家里的 因为很多是新手爸妈 然后他们也开始 他们跟孩子的 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一个 品格教育 跟家庭关系的建立 从我们四个 非营利幼儿园开始 那还有我们的 听桃营 就是对于营队 Leadership的一个训练 对年轻朋友 很青少年的 对对 那还有很多社区的服务 等等 所以要做的事情 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需要更多更多的力量 一起来投入 那么好在 现在这一个 七十多岁的一个组织 有一个年轻的 这个领导 然后结合了一群 跟相仿年龄的 一些女性朋友 大家一起来做 那其实 女青年会 也不只为女性服务而已 其实她是关怀 所有的社会大众的 那么这边 也祝福王德平 我们的副董事长 也是我们的会长 能够在 不管是你的专业 还有你的公益 慈善的路上 都能够走得 更圆满 更成功 谢谢 非常谢谢你来的分享 谢谢 谢谢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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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